你自己同樣,這麼久不見了,怎麼曬著包子啊? 包子?你這是哪國的說法啊? 瞧你一套深黑色的衣服,戴著黑帽子 再加上最近曬著一臉黑黑的,不是包子是什麼? 你越來越說我越來越糊塗了,這跟包子有什麼關係啊? 包子,可是歷史上緊緊但沒要包今天了,這可是在讚美你啊 有這麼嚴重嗎?我哪敢跟包黑這樣比? 說真的,你是不是到非洲追納上去了?還是到夏威夷山日公寓? 不不不,今年寒假我們參加319鄉村走透透 收穫一定不少喔 可不是嗎?光看我變成小黑人就知道了 快快快,說來聽聽 首先,我們從北到南,從西到東,從高山到平地,從都市到鄉村 走遍了台灣大大小小,熱熱鬧鬧,冷冷清清 高高低低的象征 唉,說幾個有特色的吧 好吧,你知道台灣最北是什麼地方嗎? 我知道,是基隆 那你知道基隆以前叫什麼名字嗎? 不知道 叫基隆 廢話,我還不知道他以後叫基隆嗎?那還不是一樣 不是你說的那個基隆,這個基隆是公雞的雞,龍子的龍,叫基隆 這回事啊 沒錯,那護衛是現在的哪裡? 淡水啊 那猛獎是現在的哪裡? 萬華啊 安平呢? 台南 打狗呢? 打狗要用棒子,千萬不能用肉包子 用肉包子可是有去無回啊 唉,我是問打狗是現在的哪裡? 哪裡啊? 打狗是現在的高雄,那打貓呢? 嘉義 錯 台東 錯 花蓮 少賣關子了,你就老老實的告訴我吧 打狗是現在的嘉義獻民雄鄉 看來你這回收穫不少啊 那倒是,那可是社會老師教的好 讓我猜猜,那桃園這個名字是 劉備,關公,張飛他們桃園三結役來了 但是真的還是假的 桃園三結役是有這個典故 但不是發生在我們這個桃園 那桃園是怎麼來的呢? 桃園在三百多年前是一片荒野蔓草 成群迷路的地方 一片荒野蔓草 尚未開發,當然會迷路哦 有那一般無親戚的同學聽到桃園 收到哪裡去了? 是長滿一片荒草 可以看見成群聖誕老公公 騎的迷路在桃園 原來聖誕老公公來自桃園 越扯越遠了 聖誕老公公的故鄉在芬蘭 我說的是三百多年前 桃園是一片還沒開發過的荒草 到處都可以看得到迷路 到了新潮,唐山過台灣 不見廣東移民過來的人民 在這裡種了許多桃花 才以特安為地名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啊 還有一個你肯定也不知道 不說我怎麼知道 我們辛亥國小位於台北市的哪裡啊? 景美文山區啊 那景美這個地名怎麼來的呢? 讓我猜猜 你猜吧 因為以前這裡風景很優美 所以叫景美 瞧你這麼一說 我們台灣哪裡風景不美啊? 每個地方都叫景美囉 景美地名之由來 景美地名之由來 是因古人用木頭或竹子製作的大水槽 叫做劍 大水槽的尾端叫做劍尾 後來改成景尾 再改成為現在的景美 喔!我知道了! 那附近的木柵 肯定是古人用木頭再來喔 唉!還真被你蒙對了呢 木柵區地名之由來 是因漢人與原住民抗爭時代 漢人在景美西新建的大型柵欄 防止敵人入侵 因此就叫做木柵 民國七十九年 政府把景美區和木柵區 合併為現在的文山區 我們仙人真是有智慧啊 知道用這樣取名字來包裹他的特色 人家說福地福人區 我們可是一群幸福的人啊 是啊!我們這離幸運區又近 想逛街十多分鐘就到了 101大樓和附近熱納的百貨公司 而且... 而且什麼啊? 而且我們最愛有小朋友最愛的動物園 和假日可以騎腳踏車的合併公園 簡直是我家門前遊公園 後面有公園 對對對 連全台有名的貓公單車也在我們這裡 可愛天之鵰子 及千萬城愛於一生 得天獨厚 獨霸天現 獨善幾址 哎!說到貓公你可知道 那以前是什麼樣子嗎? 什麼樣子? 你知道 社會課本有教過台北是個盆地吧? 是啊! 早期貓公山區 草原周邊 有著相當特殊的不屑地形 当初当地人称胡穴地形为鸟康 适于猫疯的台语发音就叫猫疯了 文山区风水好啊是快饱 有学校有市场 居家附近便是公园 大医院呀小诊所 样样都不少 交通便利通四方 中山高北二高 公车捷运交通便 四面八方都发达 地灵灯结出状元 新海国小出英才 生活机能样样好 吃喝玩乐少不了 林伯军陈志鹏下台一鞠躬 став了一期一会儿 小鉴子 。 谢谢大家